敬拜堂的家人、弟兄姐妹、朋友们 欢迎你们再次回到早晨的线上每日曙光 我们的上帝是美好 与信实的神 祂常常每时每刻都是美好的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为生与属灵同伴 为生与属灵同伴 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 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 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 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 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的相合 弟兄姐妹、属灵家人 你们有没有在每个不同的年龄层里面 有不同的同伴呢? 或者是玩伴呢? 不管是在你上幼儿园的学龄初期 或者是你之前 或者是你在上幼儿园的时候 又或者是你在小学期间 同年晚伴 然后如果你在中学 在大学 甚至是学院等等 都会有不同的同伴 可能你出来社会工作 也有不同的同伴 所以我们人生当中 当我们每个人生不同的阶段的里面 我们也可能因着环境的变迁 一些方向的不一样 可能以前很熟悉的那些 所谓的朋友或同伴 可能渐渐的变得不再熟悉了 反而是与我们现今的岁月 所接触的工作、学业、行业等等 比较相近的 而我们变得更加容易亲近了 会有这样觉得吗? 都是会有的 因为人都会常常处在不同阶段 也会相遇 或者是遇到不同的人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可是呢 这个最最最重要的莫过于 当我们在信仰上 我们有属灵同伴的时候 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而且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伟生与属灵同伴 当我们要伟生与属灵同伴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 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 我们要常常成为我们的弟兄或姐妹的 鼓励者、爱心者 关心者、建立者 而不是那种摧毁者 而不是在别人的后面 说三道士的那些人 反而是要建立彼此的生命 可能接纳、包容彼此的软弱 可能互相提醒 在主里面一起走的道路 因为一个人总比两个人好 三个人合成的绳子 真的是不容易折断 这一段的经文 我相信不止耳熟能详 也是我们众多信徒里面 都非常喜欢的一句的经文 这证明了什么呢 你和我都不能够生活在 孤岛上面 就是因为如此 上帝为亚当创造了夏娃 也知道看为那人独居不好 所以我们人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面 从小到少年 直到现在可能成年 或中年、老年、晚年 我们身边都不能够缺少的就是同伴 而且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最最为重要的 当我们拥有一个伟生的属灵同伴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的属灵生命 可以讨造我们的品格 让我们更加的一起在往主的天路历程 来奔跑的时候 我们不会孤君作战 我们乃是彼此的一同的关心 彼此的爱心付出 其实真的 特别是在这整个的大环境 就算甚至是新常态的之前 我们教会真的不要学那种不好的事情 不要分门结党 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在主里面 合而为一的心 因为在主里面合一是蒙福的 不止上帝喜悦 当外面的人看见我们这一般信耶稣的人 他们都会认识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所以我们是属灵的家人 当我们属灵的家人认识久了 可能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会产生一些小小的摩擦 或者小小的意见的分词 可是最重要的到最后 我们都要有一个的共识 就是我们是在爱里面 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爱里面建立的一般属灵的家人 属灵的同伴 要切记我们不是敌人 就算可能有时候 有些事情让我们多么的愤怒 多么的不愤 或者是生气 但是有很多的时候 当我们从另外一个的角度 或者是从另外一个的方面 来到去为可能我们的属灵的同伴 设身处地着想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反应就不会先那么的主观 反而去客观地当我们分析所有的问题 触景的时候 我们依然还可以维持那个的良好的关系 但是最重要的莫过于 当我们建立关系的同时 就好像我们跟家里面 亲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 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一样 我们还是要学习彼此的饶恕 彼此的接纳包容 还有彼此的相爱 特别是在我们这属灵的大家庭里面 能够找到一些可能 真的是在奔跑天路历程 属灵同伴一起建立的 是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你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 我们也会找到一些有共同话题 或者是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的朋友 我们比较可以谈得来 可以说我们比较投缘 但是我们在组里面 当我们有建立了最难得的 可能是一群的 不管是比较大群的 或者是比较一些小群体的属灵同伴 我们要继续彼此的积极伟声 彼此的来建立关系 彼此的主动来维系这个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关系里面 不只是处于在打电话 而问候而已 或者是在线上聚会见面而已 我们更多的是要可能以祷告来拖住对方 为彼此带导 可能我们可以为彼此的需要带导 可能我们可以一起分享 我们能够所分享的一些的经历 一些的事情 好让我们的属灵同伴 可以来鼓励我们 可以为我们带导 可以来建立我们 可以给我们一些更加好的建议 或者是洞察力 好让我们继续在这一段的日子里面 我们能够在基督相互的鼓励 在基督里面继续的成长 一起手携手的 共同努力来创造 这个上帝美好的 这个家庭里面的属灵同伴的圈子 好让我们能够委身关怀 委身与爱心 我们能够是主动的 关心对方的处境 让我们能够彼此 尽我们自己能力范围 能够做到的 也靠着主圣灵的帮助 让我们在这一段的时刻 我们能够给我们属灵同伴 可能在需要上一些的填补 或者是一些的帮助 又或者是可能在祷告上面 我们来支持他们 我们来在背后守望 拓住他们 为他们带导 在爱心上 可能在我们能够有限的时间 范围里面 我们来学习去祝福对方 好让彼此之间 因着我们属灵同伴的互相建立 互相的付出 互相的鼓励 而我们能够来到一心一意 彼此相合来做主看为所美的事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 愿上帝的话语继续拓住我们 好让我们继续为这个属灵同伴的 所共同努力的事情上面 我们有一个很深很美的 属于上帝的美好智慧的洞察力 来维持我们之间彼此的美好关系 在主里面 用祂的话语来联系彼此 用祂的话语来鼓励彼此 在信仰上 共同的分享 共同的关心 共同的成长 愿上帝祝福你